很多超商所贩卖的冷冻年菜都标榜是五星级饭店或者是名厨亲手制作的 但是呢 消保官调查发现 这些超商其实都是请代工厂来制作 和广告的内容差很大 现在已经要求业者必须要让消费者来退货 号称是名厨制作 还跟大饭店合作 便利超商莱尔富 OK以及全家三家业者 过年前推的年菜看起来方便又能吃到高档货 但现在却传出一切都是假 广告上有落差 连价格也差很大 像一般的餐厅佛跳墙只要五六百块钱 但超商标榜名厨制作的商品却要价上千元 对于种种让人误会的广告和行销手法 消保官也要求业者提出补偿措施 业者同意 所有还没有解冻或是腐败的商品 只要在六个月内都可以退货 但如果你已经吃了还是觉得有受骗的感觉 业者也答应以个案处理 有没有解决的感觉 对于这样的当地业者 已剩下了一个应用的行销